鄉親啊 繼續來看 講到這個新港的畢竟社區 自加立新港共的小紀元 社區價位之後 就來研究用這個新港在地的 特色融散土豆 搭配這個麥芽糖下去炒 土豆的香氣 說來結合這個麥芽糖的甜味 開發出真有古早氣味的土豆糖 古早米的土豆糖 是過年過世上受到歡迎的事實話 新港畢竟社區 參加新港社區小紀元 裴本科典 特別以在地的農地山土豆 來開發出美肌的地式伴手禮 這次我們做這個土豆糖 就是小區鎮的計劃之一 土豆糖都做古早味的 大家吃也比較健康 所以做這個土豆糖 就是要做我們社區的伴手禮 土豆咖哩不夠膩 必須要一直炒 把土豆炒熟 香氣才會出來 所以拿上碗 再炒一遍 兩後倒起來 整個過程要把時間 只要一個步驟太多元 土豆糖就要整個碗 沒有好處理 各位主播李宿六秒釋 真真感謝 社區這一些濟工好節目 大家做會到三天開發製造土豆糖 這個禮拜也會去參加 在公司基盤的小紀元新高等 還有更多人分享 好吃順口的土豆糖 對中華新聞也豐富 先跟彩虹報道